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说 英国金融时报爆料 胡锦涛二十大早嫁离内幕的事 金融时报称 胡锦涛之所以被阻止打开红色文件夹 是因为档案当中会透露 胡锦涛的门声胡春华 为人晋升到政治局 金融时报称 习近平可能有政治意义的公开羞辱前任 留给世界震惊的一幕 金融时报回溯了二十大当天电视画面的细节 当天坐在主席台上的胡锦涛 被两名工作人员强行劝离会场 但胡并不愿意离开 双方僵持约半分钟 之后习近平转过头去对胡锦涛说话 这时胡突然伸手要拿习近平前方桌面上的文件 但被习迅速用手按住了 习跟胡两人又有一两句对话后 工作人员再度试图驾离胡锦涛 这时习近平面露不悦 撇过头去 有不时测看胡锦涛是否离席 经过拉锯后 工作人员终于将胡锦涛拉离座位 但胡还是两度抗拒想回到座位 这时胡一旁的全国人大委员长 栗战书起身想帮忙 但被政治局常委王沪林一手示意 要栗战书坐下来 坐在习另一边的李克强 这避免将目光落到习跟胡二人的身上 胡锦涛最后被两名工作人员驾离现场 当胡锦涛正要离习而去 又回头将手贴在习的后背上 说了几句话 习紧紧点头作为回应 胡锦涛又转而拍了下 坐在习身边李克强的肩膀 李克强表情选得很不安 点了两下头 之后胡锦涛就被带离人民大会堂 据法新社和美联社等外媒记者拍摄的画面 中共二十大闭目世上 习近平指着文件向工作人员交代后 工作人员试图将胡锦涛带走 胡锦涛表现出抗拒 双方将持两分钟 胡试图伸手拿习桌上的红色文件 被习亲手押住 而胡锦涛手中的文件被另一名中共官员 栗战书夺走 习近平随后向一位保安示意 保安将胡架起带离会场 当胡锦涛被架出去时 坐在第一排的众多高官无能转身 表示关心 得胡锦涛被羞辱 视而不见 胡离开时 俯身向习耳语了一会儿 并拍了拍门徒李克强的肩膀 李克强则微微侧脸点头 简单自意 金融时报称 习利用这次大会 取得了第三个论期 这意味着他将成为中共终身领导人 金融时报并引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汉学家曾瑞森和奥利维亚张新书中的习近平的政治思想的分析 解释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 他说简而言之 习近平的意愿是由他领导的党为核心打造全国人民团结的强大国家 实现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历导的野心 因此习的终极目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党一个立袖 而正能人士周晓辉则认为 就某项举手表决时 胡已经不在座位上 因此胡锦涛被迫离场 最可能的原因是 如果他投了反对或弃权票 将打破中共的规矩 是谋求连任的习 难堪 任何阻碍表决的人都会被处理 而胡锦涛可能意义就是其中的一力 曾内生和奥利维亚章表示 胡锦涛之所以被阻止打开红色的文件夹 是因为档案当中会透露 他的门生胡春华为能晋升到政治局 习近平以此消遣其前任书记的 权力基筹 其实胡锦涛被驾离事件 我们在事件发生后 已经有过多次的评论 金融时报的信息 并没有披露出更多的内容 二十大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但是我也多次说过 这正是他执政的滑铁路 今天中共出现的内忧外患 都与习的狂妄和无知有关 他一人在跳独角戏 而众多的官员甚至胡锦涛都在做得出事 说了胡锦涛被驾离这个旧文 我们接着说说俄罗斯政治反对派领袖 拉瓦尔尼死亡的真相 据英国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敌的死法都很凄惨 传说拉瓦尔尼是因心脏遭到重击一拳毙命 从空难坠楼吊死到中毒身亡 许多普京的批评者似乎都多死于非命 而关于拉瓦尔尼死因众说纷纭 据泰晤士报最新的报道指出 拉瓦尔尼是心脏被一记重拳而殴打致死 俄罗斯流亡人士和人权活动家 奥斯切金透露 拉瓦尔尼身上的伤完全符合一拳的处决方式 据奥斯切金分析 这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叫克格勃特种部队惯用的手法 他们训练特务如何一拳打在对方的心脏上 通过集中身体的中心部位 而将对方置于死地 这是象征克格勃的标志 所以他认为 他们首先47岁的拉瓦尔尼 长时间待在严寒的户外 使协议循环减环到最低的限度 然后再施以重拳 让他的协议无法能够供应到心脏 从而导致他的死亡 俄国反对派领袖 纳瓦尔尼的处事 外界基本上没有人怀疑 说这不是普京干的 英美相继宣布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 英国外交部21日宣布 制裁六名预防管理高层 并要求俄方立即将遗体交付给 纳瓦尔尼的家属 确保调查工作的完整与透明度 而拜登表示 已就纳瓦尔尼上命欲中之事 于本月23日宣布 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制裁 届时恰好也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满两年的前夕 此外了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 21日在巴西里约瑞瑞卢举行 据英国外交部外交大臣卡梅伦 在闭门会议中说 必须让俄罗斯为侵略付出代价 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法国、罗威的外交首长 21日也都发表了类似的主张 我认为杀害纳瓦尔尼是普京做的最愚蠢的事 本来俄罗战争由于战争的延绵 也由于政党之间的斗争 使了乌克兰面临经济上资金的断裂 也面临战场上出现的困难 本来是普京有一些转机 他完全可以趁机而行 但纳瓦尔尼的死让这一切都消失了 美国、欧盟再次凝聚 美国国会将大概率通过军援乌克兰的法案 普京又再次走到穷途末路 最后我们回到中国 习近平的独裁让中国政治倒退 紧急衰退 民怨沸腾 这哥们也走到了穷途末路 黄埔江峰在文章 《三中全会难产,新四人帮浮现》中写道 事实上过去几年 从年轻人不堪生活的重压 到政治抑郁后 纷纷选择躺平 拒绝奋斗 减少消费后 企业家们在面对翻烧饼式政策折 也选择了躺平歇业 停止投资 集成官员们这疲于应付啊 形式主义和自我革命式的无休止的清洗 从年初以来 纷纷消极代工 放飞自我 一方面各个党政单位 一方面各个党政单位国企和学校眼见能能变得木辣僵化 没有领导意志绝不敢越雷池半步 犹如没有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一般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庞大累赘 也就是19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苏联伯列尔列夫 僵化体制的在线 当然在正社会躺平 北京躺平的同时 还有一小撮投机的官员 努力扮演着气愤的 气愤主的角色 除了那些站出来 号召解放思想的地方大员外 北京的躺平圈就赫兰浮现了 一个新四人帮的结构 那就是一张网传老照片透露出来的秘密 那张大约拍摄于1990年代的合影 其中除了习近平之外 其余四人蔡奇 李希 丁学强和李强 当时其名不见经传 出身学历频频 其后的政绩和才干 也远远不够所谓的贤能标准 但今天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个党内暗藏 暗藏 无能敢自援的小团体 至今大白于天下 他们如同东汉末年十长市的存在本身 将政治的衰败虽然是非民族体制的政治衰败 演绎的完美演绎出来 而在中共的历史上 上一次四人帮的出现 是中国政治最为衰败的时期 也就是文革后期毛的力量下降 当他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调整对外路线 对美缓和的同时 不得不让曾经被他打倒的革命战友们 又重新出山收拾旧山河 也在此这种情况下 以江青为中心 扶持了一个年轻四人帮的毛泰小集团 后者只有吹骨手之力 继续拖延着中美之间缓和的进程 企图所谓的技术革命 继续革命 但今天中共政治高层新四人帮的出现 极其意义 而非表面所谓的三人组 占据高位 却无对等的力量集团可以牵制 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掌握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权力和政策 如同全斗换政变成功后 重用一心会的骨干 或者说中共很大程度上 已经被一个私人团体把持 共和国也因此沦为 类似普京领导下的西罗维基集团控制的私人国家 也就是说呢 现在又出现了新四人帮 这个四人帮这个字啊 出现了很多次 一个是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老四人帮 其实呢 在这个胡锦涛时代呢 在接班的时候也出现了四人帮 那是以什么令计划呀 周永康啊 徐才厚 郭乌雄啊 等他们为民意的所谓的新四人帮 而这一次黄浦江峰先生呢 所说的四人帮呢 他是有特指的啊 他是指习近平啊 指下的蔡奇李希丁学强和李强啊 这四个才干平平 但是呢 却有政治野心的这么一个小团伙 新四人帮的无人和私欲的膨胀 当然要为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信息孤岛负责 也需要为中共党内其他派系 尤其是团派悲惨的命运 为外交内政混乱无人 为经济的胶条和人民的福祉下降负责 不过尚可庆幸的是 他们好歹还是从卢家官僚集团当中产生出来的 而非克格勃和官僚主体的格募 也不像上一代四人帮那般激进 虽然自身无人 但还能从经历了大规模无限次清洗的专业官僚中 选择一些盛任新城专业官僚继续治理这个国家 例如最新任命的政监会主席 而后者的价值以及类似专业官僚群体本身存在的价值 或许就是三中全会难产的根源 毕竟他们不可能 人人都是缝道 关于这一点 关于三中全会 我跟黄埔江峰先生 或者吕氏 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三中全会的难产 不是什么是不是人帮的问题 而是习近平他本来就有 已经形成了一套他的经济思想 我们说他经济思想不是公伪 而是他的经济的想法 简单的说 就是国有经济为主体 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 然后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把经济和共产党的管控牢牢结合起来 虽然不是计划经济 但计划经济的实质 就是广共经济 所以说呢 他是一种新的计划经济 只是在现在经济凋敝的情况下 他不敢拿出来 这也就是说呢 他们没有像毛和邓 那个那样的 因为他们是从死人堆爬起来的 他们是建国者 那样的霸气 或者说那样的威望 他不敢拿出来 害怕了天下大乱 所以他需要等 等经济好转 这个时候习近平他必然要开启所谓他的新时代 所以大家呀 不要有幻想 好像说呢 有很多制衡的力量 导致习作为一个二杆子 他根本就不会顾及这些 所以他未来的命运 其实也早已注定 黄图江峰啊 就最后说 无论如何 中共政治衰败已经出现 挨探无力回天 不仅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 还有北京 庞平等 诸多权位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